今天的確診個案 這個本土的病例 有63964 那境外移入有77例 落地採檢63例 居家檢疫14例 死亡的個案 有40例 其中在我們這個表格的右下角 有一位20多歲的男性 是有接種過兩劑的 疫苗 另外也有這個慢性的神經系統方面的 疾病 他是長期在使用呼吸器的一位 年輕人 那這次是因為染疫之後有合併 這個呼吸衰竭 那也加重了本身的這個神經 肌肉方面的疾病 而不幸過世 另外有一位是這個30多歲的男性 本身也是有 糖尿病跟慢性的神經系統的疾病 那這次染疫之後 是合併這個敗血性休克 而不幸過世 他是沒有接種過新冠的疫苗 那另外40多歲的這個男性 也是有這個神經系統 的慢性病 這位是有接種過兩劑的疫苗 那宣佈大概5月16號起 5月16號起 我們就開放部分的對象 可以接種 可以接種第二劑 第二次的追加劑 只是就是說已經打過第一次追加劑的滿5個月 那我們剛剛講的就是65歲以上的長者 長照機構的住民 18歲以上免疫不全 及免疫力低下 且病情穩定者 這些指的下面有8類的這些情形 那這些在 打完第一次追加劑過5個月可以打 可以接種第二次的追加劑 大家有些在傳說 在美國在用這個相關的藥物 也方便 在藥局裡面透過醫師的處方 都可以拿得到 但並不是說他在美國就是 隨便就可以來使用 他還是要透過 醫師的處方 臺灣也是一樣 他也可以在藥局也可以拿得到 也可以送藥 到輔等等的 醫院裡面也有 但是基本上還是要有一個 疑似的處方簽 這作為原則 那美國也是一樣 那現在我們就在研議一些相關的綠色通道 一些方式可以讓這個 使用這個 COVID-19的口服藥物 是不是能夠更加 速度能夠更快 大概我們先前跟 一些學界他們所做的推估 這個綜合看起來 大概目前的這個趨勢 一般來講還是會認為說是在5月的中下旬 那中下旬 當然現在已經5月14號 已經要進入中旬 那目前看起來就是說 高峰確實是可能落在5月20 到30這段期間 那如果快就是 5月20左右 那當然如果晚一點 可能在5月底 好 那有關於快篩實名次 本來想說到了這5月 這中旬應該有一些熱點跟他一個相關的 差異性會很大 可是看起來到今天來看 各個點在販售的情況並沒有產生 很大的差異 基本上大部分的都賣得完 所以每天的生餘量大概都是1%到2% 那地區裡面反而北部的生餘量 還稍微多 雖然這多的是沒什麼意義 因為他那個數值很小 所以還沒有產生 那樣的一個大量的差異的時候 我們現在還不會來調整這個各個的供應量 還先照著這樣的供應量繼續做 直到他的那個受完的一個比例 有一個程度的差異 或者有一些賣 沒有就是說受完的累積的量 超過了2、3天 那我們就會調配相關的 一些供應量 各個消息相應量 利就28人